好 新闻话题马上来关心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陈时中周末受邀前往台南拼观光 今天第二天一大早赶快先品尝了台南最道地的牛肉汤 还有湿木鱼皮汤当早餐 接着前往野生动物园喂起长颈鹿和水豚 牙医出生的他还忍不住多看长颈鹿的牙齿急眼 一路上签名合照的声浪不断 还有不少人送上了礼品和卡片人气红不让 接着一行人就前往台南白河去欣赏莲花喝莲子汤 一日之际在渔城指挥中心防疫五月天受邀到台南做客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怎么能错过台南人道地早餐 指挥官陈时中低头猛爬肉燥饭赞不绝口 看看桌上除了肉燥饭湿木鱼鱼皮汤牛肉汤还有肉粽超丰盛 先喂饱自己接下来要喂长颈鹿 比利器输了点 朝整个被拉走牙医出身的陈时中还改不了职业病 有牙齿就要看几眼 部长刚是在检查他的牙齿 走访南台湾野生动物园与水豚军面对面 可爱模样让阿中部长也来摸摸看 台南行行程满满满 还捕捉到防疫五月天之一的周志浩喂水豚喂到舍不得走 最后一刻才放下牧草匆匆忙忙跟上队伍 台南行行程满档看完动物 在台南市长黄伟哲陪同之下防疫五月天又前往白河看莲花喝莲藕茶莲子汤清凉又消暑 就连天天召开的防疫记者会也在台南举行 整路上更有许多民众抢合照签名还送上卡片礼物 防疫五月天人气夯走到哪都是焦点 就台南中的报道